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市长谢国良带领团队深入大五轮工业区 透过面对面与厂商的代表座谈 希望有效率的解决厂商所遇到的各项问题 画面上是大五轮工业区厂商协进会与基隆公测会 共同办理的大五轮厂商座谈会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带队跟秘书长方定安 都发处长谢孝坤 产发处长林鼎超等相关局处人员 与厂商代表面对面讨论各项问题 市长谢国良表示 发展产业增加在地的就业机会 是他最重视的事 会用同理心加速各项行政效率 为厂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今天很高兴跟道文工业区的企业们大家有个座谈 针对有一些建造有一些比较延宕的部分 我们也针对的个案我们具体的讨论大家彼此的差异 我们简单进行协助 另外这边有一些限高因此没有办法让救灾车辆进来的部分 过去可能是在早期发生了很多A1车祸等等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指法 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环境的这个安全的改善 那基本上还是要让救灾车辆能够进来 这一点我们也会让交通处跟警察局负责 把周边的安全环境建置好 再来跟里内的民众来这个讨论 那总之这个工业区的企业们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是创造就业 把这些建造赶快弄好 就可以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建筑 这是我们最期待看到 那这样很亲和力的跟我们这样面对面 谈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建筑始造的一条边的作业 还有我们的瓦斯管路的问题也会帮我们解决 甚至于限高交通安全这个问题也帮我们处理 所以很感谢市长今天专程抽空来 听听我们的心声也帮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那当然因为联华食品 他现场建造之后呢 他就有400位新的员工会进驻 所以呢对我们基隆来讲 整个就业机会还有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大概雇一下有吗 大概雇应该两三千两三千有 因为创委就500多个 创委现在就是500多个员工 然后那个连环目前就400多个 但现场在现场还会再400多个 从现场厂商的反应看来 大家都感受到市长谢国良 以及市府团队的用心 逐条解决厂商所面临的难题 务实回应 相信在市府与产业共同携手下 能营造更优质的设厂创业环境 创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旺海巷有一家特色泡面店 标榜自住坝 有青菜 肉片 海鲜 任君挑选 一旁还有网美饮品店 许多人慕名而来 享受着视觉味觉的双重饗宴 哇 超丰盛的耶 泡面里加入满满的料 有肉片 蔬菜之外 还有多种海鲜 任君挑选 这个是韩国人 这是日本拉面 这是东南亚泡面 墙面上一整面的泡面墙 超级吸睛 算一算有200多种世界各国泡面 青拉面 它的品牌 受年轻人的喜欢 鞍城汤面 这也是韩式的 所以可以显得意见 韩式的泡面跟拉面 它是受目前所有网友 那最让我们意外的 这个我们台湾的 这个就是花雕的酸菜牛肉面 虽然30度高温 大热天中午 民众对泡面还是情有独钟 店外满满人潮 还蛮好吃的 店长会这样煮 不太会 不会加这么多料 就只有煮一番泡面这样 但是加个一点肉片而已 这样 先点巴鲨鱼 然后还有一些 它蛮多种菇类可以选的 对 然后蛋也有三种可以挑的 靠近基隆望海上这间泡面店 里面有自助吧 冰箱里满满海鲜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还有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一起来吃海鲜泡面 我们这边选购我们的泡面 都可以有自己搭配不同喜欢的这个料理 不管是海鲜类有虾子 大白虾有鲍鱼 还有一些淡菜 或是牡蠣还是一些套Q 那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然后我们都有不同提供给 所有的游客可以来公开选择 那我们也非常丰富的这个 很多的蔬菜类跟菇类 还有一些火锅类的东西 这个借我这个 你的料比较好 看看一掌童子伟 儿子议员许瑞慈 自己挑选的海鲜泡面 有淡菜 透抽 虾子 香味立即不比而来 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日式的这个猪骨 猪骨的一个拉面 然后搭配我们的海鲜 那这日本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海鲜 跟我们现在在地的这个中镇区 这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好地方 其实是非常搭配的 所以业者可以想出这样的创意料理 其实对我说是一个非常新鲜 那我今天从海边这样走过来 其实我们刚刚喝完咖啡 喝完饮料 再来吃碗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午后 我本身非常喜欢这个韩国Q彈的辛拉面 那再配上这个新鲜的海鲜以后 真的超好吃 绝配 那这里有大概多达200多种的泡面选择 那每一次我都可以选择 有不同的泡面 像是有泰国的啊 有韩国的或甚至缅甸的 甚至还有菲律宾的 加了海鲜的泡面 价格平均落在100到300元之间 吃完泡面 还可以到隔壁 网红店 喝杯调酒饮料 消暑又解渴 巴斗子在原住民话里面叫巴斗 巴斗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女屋的意思 因为巴斗子这样的一个地形 其实过去是一个烟雾缭绕的 那这个饮品特别设计 它有一个烟雾的感觉 那也有一个女屋的一个意象 非常适合在我们中正区 做一个代表性的饮料 这里除了这个饮料好喝 那这是一个无酒精饮料 那它也非常有意象 然后特别准备了一个基隆的意象 大家有看出来这是一个鸟笼吗 老板也特别找了一个鸟笼 来装我们的这个饮料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 大家来这边走走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放松深陷的地方 暑假忘记到来 来望海上玩水之外 来一碗海鲜泡面 喝一口冰凉的饮品 三海美景相呼应 视觉味觉双重享受 记者黄绍明就有报道 见得幼儿园第42届毕业典礼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 颁发毕业礼物给予满满的祝福 而针对之前备受全国关注的喂药议题 市长也特别到幼儿园的教室 亲自了解老师 帮小朋友们喂药的流程 让家长们都能放心 见得幼儿园毕业典礼 小小毕业生在校园拍毕业照 还有好多话想对同学 老师还有爸爸妈妈说 今天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很开心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朋友 什么 对你的同学 有 请说 谢谢同学帮助我 帮助我长大 谢谢同学帮助你长大 很好耶 你有什么话想跟你同学说呢 拜拜 拜拜 还有呢 我永远跟你都是朋友 就是我想要跟游翔乐一起 念同一般 我上国宵以后想要跟同学在一起读书是吗 对 还有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 谢谢爸爸 谢谢 一二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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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参加幼儿园毕业典礼 颁发市府送给所有大班毕业生的毕业礼物 也和家长会长邀请大家一起来谢谢老师 因为这三年青师生一起经历过疫情考验 感谢老师们的关心呵护 让孩子们能够顺利毕业 祝我们各位同学们 不论你们是去哪一个国小 都学业顺利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好不好 好 谢谢 此外 针对日前备受关注的胃药风波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到班级里面 了解整个胃药流程 让家长安心 同时也再次替幼儿园老师们加油打气 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那最近也因为胃药案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让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刚刚也特别有看了老师胃药的整个流程 那我相信在基隆所有的老师都是基于孩子们的健康 在家长的祖父以及医生的处方之下 才来进行胃药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希望这个可以好好的来鼓励一下我们的老师 要不然最近幼教老师的士气感觉到有一点低迷 那我觉得对他们也不是非常的公平 那我相信在基隆跟全国绝大部分的老师们一定都是尽心尽力 我们在这边给他们献上最高的敬意 也恭贺见得幼稚园的孩子们毕业快乐 整场毕业典礼充满着温馨与祝福 教育处长刘美兰与教育团队规划了这场温馨的毕业典礼 也充分表达了基隆幼教界温馨的亲师生关系 共同呵护这些小朋友快乐的长大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五人国中举办挥舞英姿音乐会 毕业生在校生及师生同台秀出好声音 给社区与亲师生一场难忘的音乐饗宴 经过无数次的彩排 睽違三年的音乐会在五人国中活动中心隆重登场 不管是舞蹈 直叠演出 还是师生同台秀出好声音 都令人刮目相看 那这个音乐会呢 最特别的地方是跟我们的老师一起表演 所以这是一个师生一起的音乐会 这个音乐会呢 已经三年没有办了 那过去的音乐会我们都邀请社区 然后再晚上举办 那也做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 义舞活动的一个展演 那今天最多的是我们九年级虽然已经毕业了 但他们也都回来参与这个音乐会 包含演出 包含观众 那我想这个非常不错的音乐会 我们希望持续办下去 在校生与毕业生联手 师生同台吸引了全校师生与参与嘉宾 那看到师生如此用心的在为一些才艺 在做努力付出 那我们感到相当的感动 很开心 从戏剧 然后到老师唱歌 然后到同学跳舞 甚至有子弟的读咒跟合作 真的很感动这个活动 因为疫情有点减风的关系 然后可以再次举办 然后之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希望可以每次都来 还有荣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竞赛特优的舞台剧 谁 在学校首度公演 同学们展现惊人的演技 令人花梦相看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地内国中 下一秒奇迹话剧社 近年来得奖无数 今年孩子们深入社区及学校 将转角遇见爱这出舞台剧 展现给更多的民众来欣赏 希望观者都能珍惜每一个选择 看见内心的自己 大风吹 吹有后悔的人 大风吹 吹有遗憾的人 这出转角遇见爱舞台剧 是地内国中参加金融市学生创意戏剧比赛 荣获舞台剧类国中组特优的作品 与Lysis Mean结合 分享每一个转角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珍惜每一个还来得及选择的故事 孩子们还融入beatbox 增添舞台剧的音乐张力 这个团队对我来说真的意义很重大 希望之后 如果我能把这个东西发展光大的话 当然是把它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这个演艺 感谢社团及霞岛给予的力量 校方将得奖的作品带进社区 也参与中原季的演出 还进入校园让大家感受戏剧的魅力 与剧中要表达的能量 转角遇见爱的戏码感动了所有的评审跟观众 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而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也让学生们有机会到社区去进行很多的展演 还有到其他的学校去做一些分享 让大家感受到戏剧可以震撼人心 可以触动人心 戏剧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从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台上的演员 也看到了内心的自己 每一个梦想都是在挫折悲伤中勇敢地坚持着 选择将阻碍变成疼爱 让每一个转角成为新的开始 珍惜与创造每个奇迹与转机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明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陆 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三晚上九点 即用第四频道关心市政送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从端午节开始到九月份 进入绿竹笋的盛产季节 七毒笋农李文良表示 今年的绿竹笋值和量都不错 不过山珠和山枪也开始蠢蠢欲动 幸好争取多年装设电网的构想 已经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 希望能赶快装上 在七毒马东里笋农李文良协助指导下 市议员张耿辉和李文良 分别亲手挖出新鲜的绿竹笋 值和量一级棒的基隆绿竹笋 随时准备上市 由于基隆生产的绿竹笋非常好吃 一般来说从端午节五月份开始 到九月份进入盛产季节 李文良指出今年绿竹笋的品质 应该还算不错 那像今年的竹笋产量还不错 因为水分过 像我们最近雨水还是过 今年的竹笋特别好吃 特别的嫩 也欢迎我们游客 有空我们可以来到马林马东这个地方 可以来这里体验我们这个农民的生活 不过山珠和山腔也开始蠢蠢欲动 幸好争取多年 装设电网的构想 已经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意补助 原则上大约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近八成 农友自付两成多的经费 已经有四位农友愿意装上电网 希望今年赶快装上装好有效防止山珠 以及山腔啃食绿竹笋 我们现在是盛产 但是农民就开始在烦恼的地方 就是说山腔还有山珠 已经开始在出没 那今年还好市政府 有跟那个就是领务局有申请 现在目前我们有四位农民 今年会装那个电网 试试看 看能不能够防治这些隐身动物 让农民这个生活比较好过一点 感谢政府的努力 跟我们有照顾我们农民 能够让我们农民安心一点 就这样就看情形 看我们电网装下去的效果 如果效果好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轻松了 效果如果不好还是一样 还是要找店人的帮忙 升迁激动市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的 市宜员张耿辉也欢迎市民好朋友 以及外地游客都可以利用暑假 来欺读休闲农员 采买以及品尝好吃的基隆绿竹笋 人在这边也代表我们休闲农业理事长 诚恳地邀请我们激动市的市民 尤其我们知道有收看我们中家电视的好朋友 能够利用这个雨漢 暑假也即将来临了 这段期间带个小朋友 能够来DIY体验我们农民的辛苦 然后跟做一些我们的 尤其现在盛展期的是栗子笋 而且我们这边的田兔 所种植的栗子笋非常甜美 好像跟那个水梨一样的好吃 然后我想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能够来我们这个休闲农业 所属的一些农员区里面来采利笋 体会到我们农民的辛苦 然后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到附近的 休闲农业的餐厅可以享受非常在地的美食 好 节省的欢迎大家 笋农们也向张耿辉反映 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和餐厅业者们多联系 或是办理活动 采买基隆生产的绿竹笋用来做菜 既可以帮助笋农稳定收入 也可以行销基隆在地好吃的绿竹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重用影艺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别出心裁 访校金马奖的颁奖典礼相当隆重 让毕业生倍感荣耀 而整个颁奖典礼的目前幕后作业 也是由老师带领相关科系的学生 实际操练充分发挥影艺大学的特色 我们现在看到车子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红毯 来到金渊剧场的入口了 毕业生盛装打扮 搭乘专属车辆来到会场 紧接着走红毯接受主持人专访 幕后还有导播 摄影等工作人员 甚至还出动空拍机 进行整场毕业典礼的直播工程 那个我觉得他故意的 韩启正 王建华 恭喜 恭喜两位同学 两位打赏 到旁边的人啊 我自己有两个棒了 重用影艺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 相当别出心裁 仿效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揭晓各奖项的得主 整个精心策划的过程 让毕业生们倍感荣耀 留下难忘的回忆 很特别 然后就是有点类似之后可能会参加营战 如果有得奖的话 嗯 因为就是蛮常看那种电视节目金马或金曲 他们都穿得很漂亮 然后走红毯 所以觉得学校这样做很酷这样 就很像外国的那种奥斯卡奖的感觉 就是走红毯啊 或是有一个像那个看板啊 让我们去访问啊 我觉得都蛮酷的 那我希望说给学生一个非常良好的回忆 因为人生素食仔一下子就换过去了 然后大学四年最给他们最震撼的就是毕业典礼 那我们这个毕业典礼真的是其他所有同等级的学校 要做到像我们这样是不太可能 而且我们累积了经验以后 这也是他们专业的发挥 所以学生非常的投入 他们表现出他们的专业 那可能我个人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等到他像我这个年纪 甚至于七八十岁 回忆起来都是很甜美的 可以很大声地跟儿子讲跟孙子讲 说我们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非常有创意 非常好 这是我们第二年用这样子一个特殊的仪式 来欢送我们的毕业生 那它的规格呢 其实是仿造各大影展的颁奖典礼的一个方式 同时我们留下了几个传统 第一件事情是 事前的几个特别奖项的金渊奖的入围者 会由系主任开车 然后到达会场的时候 然后走红毯 然后接受这个入场前的访问 然后到当下才正式揭晓 这个几位入围者是由谁能够 雀屏重选 那么希望发挥影艺大学的一个特色 那么让他们在未来的时候呢 能够先有一个发光发热的暖身 从目前的主持表演到幕后的直播作业 从又的毕业典礼相当不简单 让学生充分发挥所学 展现影艺大学各科系的特色 我们这一次的毕业典礼 我们为了希望 我们是个演艺学校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东西 我们又是影视传播系 基本上我们平常拍一些短片 或者长片的时候 也希望学生能够真正真正 在电视圈也能够立足 所以我们这次学校 就两个我们的专任老师 带领了差不多十八位同学 就完全自己开始从牵线 开始从布局 开始去走位 然后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安排好 让学生来做 等于说给学生也上了一场大课 当然今年是第二年 一次规模比一次大 我们的学生一次也比一次专业 今年我还特别叫连空拍机 我们都加进去了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那我相信学生 应该会很有成就感 因为他们真的做到了一个 理论上电视台 会去做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事情 透过这场温馨隆重的毕业典礼 除了让毕业生 留下大学四年最美的回忆 也让外界看到 重幼影译科技大学转型成功 相当用心与训练扎实 来培养未来影译科技界的优秀人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刃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布点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妈妈虽然打你我干一面 嘿 不要怕 请一面不怕哦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诚实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还健康哦 还健康哦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百空八年就 高律師弟靠边教到 高律病毒新墓期间 自一百空九年一月催一开始 到一百空九年二月催更为止 靠教义无人 救护高律師弟开你的 靠边教到高律病毒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 办理病毒新墓 无数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件过程团成功 就完成新墓停车 兴使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下载进步电阻新墓 减税博物网站 下载进步锁地并端铸料 新墓系统软币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你好 我是主家中厨的风扎丸 政府透过十九月 令日寺院调查 中约酒业和私业的总控 来做市政筋铸 我是风扎丸 请几次令日寺院调查